同学们好,欢迎再次来到MyCalculator's Classroom,在这个影片中,我们会学习1.4 The Use of Measuring Instruments, Accuracy, Consistency, Sensitivity and Errors 这次的影片,我们有三个学习目标 第一,我能够理解Accuracy, Consistency和 Sensitivity的概念 第二,我能够理解Systematic Errors和Random Errors 第三,我能够讲解最小化Systematic Errors和Random Errors的方法 我们先来理解Accuracy, Consistency和 Sensitivity 在理解这些概念之前,我们先理解什么是Linear Scale Linear Scale也叫做Scale,是一种画在测量道具上面的直线 举个例子就是尺,尺上面的直线就是Scale 而每两条直线之间的间隔就代表Fysical Quantity的变化 用这把车来说,每一个间隔代表0.1cm 这0.1cm就是所谓的长度的变化 Accuracy的definition是The Ability of Measuring Instruments to Obtain a Value Closest to the Actual Value 也就是说,我们的测量结果到底有多接近真实的数值 基本上,我们会用测量道具的Scale,或者能量到多少个小数位来判断 Scale越小,代表越高的Accuracy,就是越接近真实的数值 而越大的Scale,反而是越低的Accuracy 我们来看这两把尺 Smaller Scale,就是每一个间隔代表0.1cm 而Bager Scale,每一个间隔是1cm 比较起来,很明显是Smaller Scale的扯能够得到比较准确的结果 因为Bager Scale的扯,东西的长度刚好在间隔里面 不左不右,又不在中间,只能乱猜一个数值,是不准确的 Consistency的definition,是the ability of measuring instruments to give the same readings with repeated measurements 也就是说,如果我们重复测量时 每次的测量结果到底会不会稳定 或者会不会相差太远 举个例子,我们用电子称来测量质量 如果是High Consistency 三次的测量虽然有差别,但是都会很靠近 Low Consistency的话 同学们会发现,三次的结果都不一样 而且有一定的差距,通常是机器出了问题 才会有这样的情况 最后,Sensitivity的意思是 the ability of measuring instruments to detect a small change in the measurement quantity 简单来说,如果一个东西的质量发生了微小的变化 那个测量用具到底能够多准确的测量出来 就是Sensitivity 在绝大部分情况下 Accuracy越高的测量用具 Sensitivity也是跟着越高的 接着,让我们来理解Errors 我们有两种Errors 第一种,Systematic Errors 是由于测量用具本身而造成的Errors 造成Systematic Error的其中一个原因是Zero Error Zero Error是因为测量用具使用久了 有所破损而导致的 另一个导致Systematic Errors的原因 就是我们用了不准确的测量用具 另一种Error,我们叫做Random Errors 可以理解为是人为造成的Errors Random Error包括了 Parallax Error 是因为眼睛摆放的位置不对 而导致读取错误而造成的Error 另外,也包括了粗心 或者使用了错误的测量技巧 最后,我们来看如何减少这些Errors 首先是Systematic Errors 因为这不是在我们的控制范围里面 我们能做的就只是在进行实验时 更细心地使用这些测量用具 以及收集数据 另外,重复实验也是一个方法 不过,重复的时候 我们会用另一个同款的用具 如果要减少Random Errors 我们通常会在一个实验中测量几次 然后拿平均的数值 一般来说,三次是足够的 如果是很花时间的实验 两次已经可以了 另外,在读取测量的数值时 我们的眼睛要在用具的垂直正上方 Perpendicular 才不会那么容易读错 今天的内容就到此为止 如果同学们觉得我的影片 对你的学习有帮助 请记得like和subscribe 谢谢同学们的收看 我们下一个影片再见